老板 老板你好 我是那个时候说古墩的风节呢 你也在这里休息啊 在那个桌子休息一下子 你这个桌子休息一下 我说那个古墩的屋子 发生这些东西有没有呢 这些哪里哪里啊 以前的鱼区啊 鱼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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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东西都有的呢 哪里有哪些鱼区 哪里有鱼区啊 在这里啊 鱼区啊 就是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啊 我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 嗯 就在这个呢 这个这个是瓜婴啊 这个瓜婴主婴啊 这个都是老一杯留下来的 老一杯留下来的 嗯 这个是老的 应该到了新的呢 这个 但是这个刚开始 在慈禧太后那个年代 有一有一片去国的 外饭时期的 充外饭的 这应该是属于那种 熟椒的 椒的 来你看这里啊 下面这个椒圈底了啊 这这边是年份是蛮老了 这里还是有烧了 一点点去了 是个老东西啊 是楼子的 还掉沙子的 还有灰尘沙子掉出来 看这个还有这一件啊 哦 我看看 这个是个财神啊 这个是死的财神啊 需要多的洗手 看你去的好东西怎么买的话 家里去的好就不卖 家里去的好就卖 家里去的好就卖 家里不好的话就不卖 是吧 嗯 这应该也是清末的东西啊 清淡末期的 下面还有那个树子 苗 这是少根米 非发的啊 这是苗精的 这个边边上面是 啊 这里还有小涌 有几代米 说到啊 有几代人呢 那你记得这东西吧 我小时候都看得还不记得了 小时候借过这些东西啊 那是几代人了啊 这财人 瓷器的财人是很稀少的啊 一般的是木雕的 我们那个时候木雕 这个也是他的祖旗啊 是一只老虎 而他开年很好啊 这是避邪啊 争扎啊 聚财 主要他是聚财的 发财的意思的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发财的 看你出了好哥哥家去的老爸 看我出好多什么家啊 看一看 好多你看得起的 也给别人看过 嗯 你给这个整个屋做一些 看你出的好多一些了 看我能出多少钱啊 看我能出多少钱啊 这要知道 我这个拉的 这个爵士这里有拉了 这个花样我给你出一千块钱 这个应该这个手交的 交的少 这个财食我给你出两千块钱 一起三千块钱 还加一点了 那加两百块钱了 这个财食我给你两千块钱了 就是说好事传说的意思了 好吧 那些包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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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价格太高了 太高了 那些啊 三千二百块钱 已经很高的价格了 有点有点 有点 那我就给你三千二百块钱啊 好 谢谢啊 给你生意性能啊 我叫你过来 不是 这 拍摄 是 我 这 你们 是